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冰城目前处于国家复苏计划的第二阶段 但是最近疫情却出现反弹 曹官有今天在光大出席冰州国庆月推荐日后 在记者会上指出 冰州医院的加护病房床位使用率已经接近百分百 此外 假抛BodyEvent有一个专门安放患者遗体的集装箱 目前还有足够的储存空间 曹官有说 州政府将继续采取积极的抗疫措施 并放眼9月初 州内成年人口 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 这一剂新冠疫苗 和入国家央计划的公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